霸凌事件时有所闻 虽然说校方教育部或者是各方都一直想要去杜绝 但似乎还是需要更加的努力的 因为最近在梅里那边就发生了一宗的霸凌事件 那一名13岁的少年 他就看到他的朋友偷东西就去举报他 结果就惹来他的朋友不满了 而且还叫上其他的人 就是一起的在一个空房子里面去围殴这名少年 而且整个过程还被拍摄下来 可以看到的就是这名少年 他被围殴的时候也是不敢反抗 只是蹲在那边默默的哭泣 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比较想要就是说 我看到的一个点就是说 这个其中一个打人者 就是去霸凌这个少年的这个嫌犯的父亲 他主动去向警方报案 就是说这个父亲的举动是什么 他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后 就是他看到儿子涉案的同时 他并不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这个孩子 就是怎么样去求饶 而是他主动向警方去揭露这个事情 等于是说他也是在做一个 我们所谓的霸义灭亲的工作 就是他让孩子应该要受到应有的教训跟教育 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应该是很要肯定这个父亲的这么做法 是那另外除了就是霸凌者的这个家长 是已经向警方主动投报之后呢 这个受害者的母亲同样的也是报警处理的 那目前呢警方是已经介入调查了 那其实在过去呢 就是当一些父母他们看到孩子 就是哭着回家跟父母们说 就可能有一些人啊 他们就是以一些外号来叫我 就让我很伤心 一种取笑或者羞辱 是又或者是可能欺负我 那父母可能就会觉得 哎呀只是大家同学之间的一个打闹 对并不会放在心里面 但是现在呢 如果说孩子真的是回到家 有跟你讲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 因为现在这个霸凌事件 它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对越来越拼命 而且呢现在还是可以到一种就是拍摄 就是用那个手机来拍下video 已经进阶到这样一个程度了 那么就是我们再说回这个case 就是这个13岁少年被打了 那么我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个怀疑 就是当他因为他被打嘛 肯定身上是有一些伤势 那么他回到家的时候 除非是他隐藏的很好 不然的话应该父母是有关注到 他今天可能情况有一点不一样 或者神色有异 那么我们在讲到说 现在孩子很多可能在学校 会有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就又关系到这个就是父母跟孩子 就是所谓的亲子之间的沟通 那么就是你在作为父母 你是不是有跟孩子说 无论你在学校或者平日上 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你都应该要跟父母沟通 就是要把它说出来 就是说你不时都要告诉孩子 不管怎么样 就是父母一定会跟你一起面对这种情况 是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呢 无论发生什么事父母还是会保护他们 还是会为他们就是去看顾他们 这样子的 我不敢说保护 因为可能就是说 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孩子犯错嘛 那么就是要让孩子说 去面对你 面对到你的问题 是 那其实呢 从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探讨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看到有人在霸凌同学的话 会怎么做呢 你敢不敢举报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害怕说 如果我去举报的话 下一个搞不好被对付的就是我了 所以我就会当着 我不知道 我假装没有看到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管我的事 那么这种情况 当然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 那么如果说像这个校园 这个就是有这个霸凌的事件的时候 我觉得学校教育是非常的重要了 就是说你的老师们跟学校 你是怎么灌输这个孩子 就像我们在 我们在一些外面的处理一些事 我们都有所谓的保密条款嘛 那么在这个霸凌事件上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保护 这个揭露者的身份呢 是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知道的说 就是现在这个科技是非常的发达 像这种霸凌的视频呢 应该都是经常是会看到的 如果说今天是有这个加害者拍下 那肯定就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旁观者拍下的话 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就说 你与其有时间去拍摄 倒不如你去救人 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认为说 我拍摄下来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这个就是要看你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 但是我觉得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就是你在事情发生了 你不应该就是袖手旁观 或者是说拍了 然后才来做打算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很多情况 就是说大家都是先拍了 就是先放上网 他已经是不管他的后果了 那么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还是要跟这个 就是要教育大众 就是说我们应该是第一时间 去阻止这个事情 而不是用拍的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情况的 对不对 是的 好那最后呢 还是要非常就是谢谢 何主编的点评 那在下一个星期 同样的时间 我们还是会有新周主编点新闻 加小练 对 我